第八呢 云和明菩萨不必恼人 这是一位语 若晨应云 烦恼为起 不明为人 成灰 烦恼没起 这个不叫人 烦恼起来了 心里头如如不动 这是人 那说 若欲 陈烟运使 对方 拳打 道掌 那手 折 错他 握口 骂腻 欲如是中 心不动 这 罪名为人 这是真 你要认 人 不吃亏 别人 别人没有动手 骂你 所以 席而 恭天 不要 还 口 他妈累了 他自然就休息了 就不骂了 你要是还 口 骂得高兴 骂得没完没了 别人 别人动手 打的时候 让 不动手 随他 打 这个里头 要 明了 他拿拳头 打 如果他拿着刀 那你就得要 要逃 你要逃避 因为这是有大伤害 决定不能跟他对打 拿拳头 他就让他打起 打不还手 他打几下之后 他打不下去了 必须还手 才打得起来 你一方面打人 一方面让你 随你打 你怎么好意思 打下去 尤其是有许多人 在看到的 一般人 同情弱者 不会同情强势的人 所以他自然 就算了 甚至于他就 不好意思 离开了 很多人看到 这些事情 在现在这个社会 常常发生 小冲突 严陈大的灾难 都是不能忍 如果能忍 没有事情 自己稍微吃一点亏 考验 自己忍辱不了 看这个境界心情 能不能忍 能忍就对了 握口 不骂力 这也是常常见到的 在这个境界当中 保持 不期间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止住 没有怨恨 这是人 有怨恨 有怨恨 我现在力量低不过你 将来我再报复 这不是忍辱 忍辱的目的 是达到成定 这个有种 这个有种 报复的念头 这个还是 有怨恨在心中 还是属于 对力 还是属于 云云云云相报 阿雷也有这个因 将来一定会信心 所以这不是 解决问题的办法 菩萨若有人 来启发成会也人 不启发成会也人 这叫菩萨 不必恼人 这一句话的意思是 有人来启发成会 这是 没有人来启发成会也人 这一句话意思是 没有这种境界 自己有这个智慧 有这种修为 就是有这种修行的功夫 一切时 一切处 遇到境界 它是自然的 这是菩萨 不是到这个时候想到 佛说的 我应该要忍辱 那你还没有养成习惯 还没有忍辱这种习气 一定要有忍辱的习气 这种孔子 这种相承 sporting 就会让总结架 这是 这种相承 有这样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